想啊 作业没想呢 今天作业多少啊 还挺 不算太多 这段时间作业都留的不是很多呀 有时还不留作业呀 之前老师不说这周期中考试吗 那老师说这周周四或者周五 但是老师看着一样好像不着急的样子 所以呢班上同学就开始猜想 是不是这周考试不考了 这期中考试 周内同学说 拉倒 一大罗那卷子咱还能不考 你想的太美了 周内同学说 好像是 每次老师都提前一周就开始说 期中考试了 要下周了 要进入总复习了 就带着你们一起复习了 带着我的心紧张得起来 刷题 做练习 做卷子 总复习 匹卷啥玩意儿 反正就是画了知识点 回家之后抄知识点 给你们整作文 回家写作文 整一大堆知识点 回家背去 语文学到哪了现在 语文学到他们那时候有多有趣 现在海岸他们上六年级了 是第几单元呢 一共五单元 那现在学到几单元了 五单元 那快学晚了 数学呢 学到总复习的 都快学完了 不知道老师考不考 不知道考不考啊 海岸这两天就赶着导过 心里在想 这周咋这么安静呢 不如早点考呢 考完之后呢 心里不惦记这事儿 要不然现在每天听 要咋就醒那啥时候期中考试呢 我也想知道海岸这段时间写的怎么样 平常测不测试啊 那你大概的分数在哪里啊 90左右嘛 平常测试有一些题我都不该错 就是单位啦 或者不看单位啦 不看题啦啥玩意的 总结来说就可以说 我是个大马后警察 语文呢 理解能力还是没那么好的 所以呢 就买一些语文体啦 就是提升一下阅读饲养啦等等 考试的时候呢 达到一个满意的成绩 之前我问的我想给他买 他都不同意的 现在是自己想要提升的 这个很好 值得表扬啊 以后我就报大件就睡觉 行啊 你的成天报大卷 你有这个信心 肯定能考个好成绩啊 我保证能整个好成绩啊 因为大卷在我睡眠的过程中 它就进入到我的脑海里呢 那你挺厉害啊 你啊 你成天睡在大卷上 长在大卷上 小伙伴们 你们都期中考试了吗 哎 真的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考试啊 来 让咱们一起加油吧 一起努力 考出个好成绩咯 这下视频就到这里了 现在别忘记了 咱们能将住 拜拜 直接挡住我妈妈 不让他说话 我要插你嘴都不让我说 你小孩 你是不故意的 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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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